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24日,星期四 今天穿得氣溫22度,最高29度 大致天晴,日間非常光燥 吹清淨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 是啊,打風啊 這個叫回馬風啊 有排打那隻 為什麼呢? 他現在進了800米範圍 不是,800米,神經病 公里 有了800公里範圍,原來他還會咬上來 是啊,這個風很特別 會不會打正呢? 走來走去的風會 有機會掛很長的風球 稍後再研究一下 另外香港的特別 發現恐龍化石 是否將香港打造成豬羅紀公園呢? 叫什麼白石紀呢? 那就厲害了 香港遲些出一隻恐龍 可以賣一下周邊 帶人探索一下公園 現在那裡 那裡叫什麼周呢? 我還未看得到的資料 就說已經是全面封鎖 就不讓人進去 怕被人掘東西 被人拿了一隻恐龍爪也麻煩了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這樣也被人想到的 好,另外陳鎔佳出獄五周年 值得恭喜嗎? 真的離譜了 香港法治是搞不定的 又變成了國際間兩岸的問題 其實不用考慮這麼多 我們中國、香港 都是一致地認為 台灣根本與中國是物不可分的 隨便拿回大陸白了就算了 殺人就承認了 是不是? 不用去當地 他不讓他進去 那麼扭計 等那裡打得來也麻煩了 不如在軍演的時候綁他上去 導彈也不太好 射到海上 讓他有些貢獻 他真是兩條生命 逍遙法外 讓他現在可以見證三上尤雅退役 你說我們納稅人的錢就是這樣用 你老闆不是何太 你是陳鎔佳 拍桌 不是跟你開玩笑 真是離譜的 看到一些新聞 詳細新聞內容 五十二歲休班警襲擊二十二歲男子 同步巡邏發現拘捕 被控擾亂秩序 提堂 什麼事呢 警方公布一名休班警務人員 街頭襲擊他人 被落案起訴 原來6月16日晚上 現在的新聞 最新的新聞 可能現在審 休班警務人員被停職 他屬於西貢區 他屬於西貢分區 在哪裏打案 黃大仙 黃大仙親人街 巡邏期間發現 爭執 這個五十二歲的休班警員 襲擊二十二歲的 年輕人 也算是 不過有襲擊 有警察 說那年輕人沒有表面傷痕 拒絕送丸 很少的事 很少的事 竟然 警方公布 證明警方也是 很透明度高的 這麼少的事 不需要特別說 首先他沒有受傷 沒有表面傷痕 那個年輕人不送丸 但是他的公布出來 小事告訴你 大事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也不能說 好 看看 整架電動車 上了網船周大橋 好像一個紅色綿羊仔 發現有兩個老伯 一起坐著的 電動輪椅 原來整架綿羊仔 警察說 兩個殘疾男子 說試身車 當失了路 就上了那條大橋 以為 玩電動車 玩到失控嗎? 玩到這麼厲害嗎? 原來他說 不是 我們 我們殘疾的 試一下車而已 這樣就 這樣吧 都六十二、六十三歲 他說 一個是本地身份證 一個是內地男子 關係 什麼人也有 香港就 說開這些電動車 六十幾歲 坐這些電動輪椅 說到殘疾 我剛剛立眼看到 八卦新聞說說李隆基 因為我不會專題做 李隆基的表演 站著那些風火輪 哇 這傢伙真是很有冒險精神 他說跌過很多次了 跌到屁股痛了半年 他說現在已經駕輕就熟 神經病 我玩我也覺得跌到歪 跌歪了一條大陣 很麻煩的 做骨神經痛 他說他真是 對 他真是厲害 他膽敢死 搞這些事 好 另外說一下 大報 曾偉雄和 托英的預所 之前被人爆隔 警察 是大手捕的 在另外兩宗案件 拘捕了兩個賊 疑犯被禁地制服 相當有一個 攝人的畫面 好像握你的頭在地上 零一獨家的照片 就說不便公開了 其實這些照片 經常都有 不用獨家 可能只有他拍到 就獨家一下 看到 都是兩個內地的 是尊財 這些人叫尊財 尊頭的尊 拘捕人 拘捕兩個內地男子 相信他們 就是 另外還有兩宗案件 就是 關事 要查一下他 跟曾偉雄的案件 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 怎知道你拖不拖鷹 他的護主 當時又不在 我問問他 是不是進入過這間 現在說 是這樣 失威 一名警員嘗試拘捕 而反時被推跌 手指骨斷裂 骨折 阿sir 真的要小心一點 才行 捉人捉到手指都斷了 真可憐 希望警員盡快康復 看看 看看 說開這個 打風也要說一說 這叫長命風 叫不叫烏 不叫烏 有很久 有很久 今天 叫入秋二來最冷 22度 但我在日本 其實 十八 十八 九度 都保留 現在香港叫抽涼 那就好了 譚美的颱風 他說 已經進入了香港的八百米範圍 有機會打得成嗎? 有沒有? 他說下個星期 他回馬峰 向東移動 他說 他現在走去 香港的西面 他估計下個星期 會走回東面 他劃成長命風 威脅珠江口 因為他在 東移之前 他沒有登陸 他沒有撞過那些綠地 他就有機會 走回頭 180度 急轉東移 回頭 他叫回頭 他怎麼會這樣走 我第一次聽 翻兜到南海 海南島 然後消散 有可能 較近朱江口 成為長命匯馬峰 大家很長想 因為速度也很慢 時速 現在只是18公里 很慢 慢慢走,18公里真的很慢 18公里,炸车也不止了 很慢很慢 18公里,大埔去沙田一个小时才到 很久 就是动得很慢 希望大家没什么事 打风不过香港也没什么事 港铁聊天聊太久,会被罚钱 我也是第一次听 有规矩是这样的 罚了66元 有人说很丑 防止乘客在车里交收货物 如果逗留太久 港铁就会对超时出门 就是加负加费 近日有一个网民分享 他说 早前坐港铁的时候 跟人聊天聊太久了 可能是站在门边等别人 交收那些 喜欢站好久 最后要多付66元 那当然心痛 这些买卖可能不是很多钱 接着就这样 但是跟他吹水的人一起被罚钱 在门边吹水 所以吹水一定是去其他地方吹 原来 那你就夸张 站了多久 知道吹水 150分钟 即是在门边聊了两个半钟 太过离谱了 真的 两个半钟 看完一套很长的电影 哇 这样也有 好了 另外再说说 香港现在 来到百岳几 百岳几 时代的恐龙化石 还说有照片 你这些石头 好像到处的石灘都会看到 他现在说是恐龙头 见了薯条 他说 最快星期五就会展出 拿给大家看 以及现在封锁赤洲岛 赤洲岛在哪里 又怎会无端端找到 这件事是谁想的 初步估计是百岳几时代的恐龙 首次发现恐龙化石 就是这样 香港开埠多年 还未说见到这些恐龙的东西 最远可以追索超过一亿年前 推断有机会是 什么 鸟团类恐龙化石 也不知道是否 推断 有时候的形似 石头古灵精怪 好像有小狗 有小狗在上面 难道有小狗在上面 有时候很难猜 有专家指 这次发现 或者代表香港含有更多恐龙化石 建议继续发掘 赤洲岛 应该有古脊椎生物化石 古脊椎一定有的 动物怎会没有 挖一下 看你怎么包装 不如在赤洲岛 搞个主题乐园 在赤洲岛 反正 其实现在那些 流流的 那些机械人 有些动萌 都是威逸 温一个鱼生 你摄下几构石 整股骨 摄出来 都可以剪片 是假的 是胶 那也可以 要个feel 那香港 更多些东西 又是北極熊,又是獅子,又是老虎 但是人家也不當是旅遊景點 20元入場,香港又沒有這些動物園 但是人家也不當是什麼旅遊景點 你想做一個百惡紀公園 拍拔港產片,香港有恐龍 基因特變,追在中環,KING KONG又來打 因為外國也很喜歡很迷惑這些東西 尤其是歐美人士,對恐龍很沉迷 小時候小時候也會用恐龍玩具 這些是可以幫到香港的旅遊業 何樂而不為呢 那時候007年怎樣捉到金槍人的恐龍骨 周星馳有個位置可以做環球影城 整個國產007主題館 講一下我們那些長江七號之類的發達 其實我真的幫你們想起 人家環球影城,哈利波特都可以整個展區 香港這麼多好的電影 一部電影已經可以整一個位置 我剛剛在機場跟李遠華,一個上機,一個下機 我們一起拍照,拍了九龍城寨的東西 九龍城寨的東西 你問我其實只有舊字 香港的舊區根本就是這樣 你用來放在香港的主題樂園 遲些香港的恐龍樂園 你放一塊東西在那裡 做過以前的麗園 麗園重建 有一個位置放在香口膠 有些東西被人玩才行 要想這些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的 香港有很多寶藏 那些人不懂得用 那些人不懂 現在暫時還是這樣 他說現在即日封鎖赤洲島 只限專家登案 這個世界有很多專家 這個巨龍專家 他如果上去這一經定罪 最高罰兩千監禁三個月 那麼兇? 當然了 給他掘一下掘一下 待會掘到一個蛋 蛋還沒膚化 轉頭就能夠膚化出來 那麼全世界 首條人工膚化的巨龍 還要是 暴滾恐龍 很開心 然後極速變大 然後很厲害 很開心 香港真的充滿希望 很棒 那麼快點 所以養大條恐龍 就把陳同佳餵了他 陳同佳出獄五周年 用周年來慶祝 現在很高興 用周年 五周年 近方曝光 管浩明 牧師 掛佳仔 佳仔前面是否有個字 佩佳仔 佩佳仔 佩佳仔想去台灣自首 但是暫未見楚光 就是這樣 佩佳仔 佩佳仔 陳先生 你知道嗎 不過他本著 他會改過這樣 你有沒有沒收他的手機 正常來說 你說坐牢 你手機沒得看的 你出街 會不會在街上見到他 我很害怕 到底是殺人犯 你法律還沒審 是否還沒審先判 他認罪 還要不審 所以我覺得法制有點迂腐 去不了那裏審 但是這個地方 他沒有罪 沒有什麼罪 他認罪了 是他做的 就是他殺人犯 你不用 特事特辦都可以 特首都可以 有權 將一個人 定罪 有權 特首有權 我都不記得了 他們知道 律師也知道 現在用一個特別屋 透露他 隱居深山 捉不出戶 有錢人也是隱居深山 其實他這樣薄薄發達 老實說 他只是沒有女兒 他沒有女兒 但他可以上網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出街 有沒有錢花 有飯吃 隱居深山 就是這間屋 政府給他的 有幾大個單位 能夠美麗的 那些劏房 他是不是安全屋 當然沒有人知道 這樣保護他 他只是自己 在屋子裡 當自己是 那些政要人物 自己想的 那些世界最什麼什麼的人 他跟你說 就說什麼 跟你說 就有悔意 你不在那時候 他就很國際 裡面什麼都可能有 有沒有吃煙 有沒有喝酒 有沒有朋友 他可以上網 最重要 你給他一個深山 起碼跟他斷的聯繫 不要讓他上電視 不要讓他看 用監防規矩去招呼他 香港人才叫他 其實很簡單 對不對 不坐牢 又是雞翼飯 就是那些食物 有沒有選擇食物 現在不用工作 基本上 他是不是已經財富自由 香港人這麼辛苦 上班 工作也不用上班 你不要弄成這樣 這個很嚴重 牧師說 希望台灣那裡 以人道立場處理 人道立場處理? 人道處理 就是怎樣 包含野豬 野豬也沒有傷害過 人道處理 人道立場處理 我看到這些新聞 真的是 唉 恐怖 恐怖的 湯家驊說 台灣以司法管轄權 唯有 左扶台 不扶國際標準 你們喜歡說這些 就說這些 我覺得很簡單 整件事根本很簡單 你不扶走他 你也監防規矩 不要讓他這麼自由 才行 你說得很難聽 這些叫做 無罪之身 我們普通市民都難聽 死者的父母是很傷心的 我告訴你 女兒死了 然後人們認了 殺人 然後香港現在養了她五年 看到真的 很慶 好 另外 石蔭足球場 公廁燒通頂 電製房電錶短路 挺誇張 葵聰那裡 凌晨時分 燒到燃燒火 紅紅火光 公廁頂部被焚毀 市民發現報警 另外看看 印尼西裝男子 用假1000萬美金本票 開戶口 銀行職員發現 古靈精怪 報警抓了兩人 61歲印尼籍男子 拿張1000萬美金本票 即是7770萬港幣 和34歲 姓李的翻譯員 姓李的翻譯員 走到中環王后 大道的匯豐 開戶口 覺得她沒有那麼有錢 發現她是偽造的 行使假文書 拘捕人 兩個都拘捕 兩個都拘捕 另外 香港有人被抓到KK園區 兩個男人承認 涉KK園區騙案 有事主被賣至緬甸 拒絕詐騙 拒絕詐騙 租運在籠裡四天 多次租毆打 最終家人 給了35000元 贖金 就放回他們 那就OK 至少不是說 劏你的內臟去賣 因為劏了你生劏 你年輕 其實那裡都值錢 都可能百多萬港幣 但是都不用那麼多 可能 器官都 經常抓到人 幸好收到錢 三萬多元 放人走 三萬多元 放得走 都是不錯的 但是進去都被人打獲金 我講的 KK園區 香港人 兩名被告的 馬志豪 32歲無業 張敏懷 25歲 學生 承認串謀詐騙罪 說在柬埔寨做事 叫人去 300元 美金 日薪 在講的 日薪 提供住宿機票 柬埔寨有沒有賭場 有都不到你做 香港人 很恐怖 我跟你說 我那次 在馬拉雅上飛機 返香港 旁邊那條線 就去柬埔寨 就是 整班 那些 那些 尼泊爾 尼泊爾 的男人 個個都是 二十多歲 很年輕 有六七十個 一團人 戴去那邊做工 那些衣服 穿上一樣 顏色 需要那麼多人力資源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真的是阿里陀佛 我跟你說 我不知道他們 那些器官 會被人賣光 還是做什麼工 但是 整個氣氛給我感覺 因為被人呼喝 他們坐下 那些感覺 全部都很年輕 跟家人 有些視像 去到收手機 但是我簡直看到 收手機的一幕 我看到他們 把手機放在大袋裡 這個世界 其實一直都在發生這些事情 慶幸我們 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如果不是 就 糟糕 好 另外 我在這個新聞說之前 我昨天看到一些網友 在街上看到我 他說 阿吳仔 他說香港很多事 他說 不要 怎樣說 首先這樣說 他說 他們看到很害怕的 那些新聞 但是我想說 每一天都會發生這些事 但不是說嚇你 是你的心 抵受不住 每一天都有這些事 我自己讀得最多 你也未必能聽得到我 說那麼多 難道我是嚇我自己嗎 是不是 但是他有什麼事 我就要報出來 其實這些事 別人的事 不關我們事 我們珍惜生命 馬安山有的士司機 在車內燒炭 當場不治 但是他的事 不代表是我的事 他的事不代表是我的事 這個司機三十多歲 他就是 今早7點37分 在馬安山 營海22座 對開 諾和沙里 拍下了一部的士 然後在那裡燒炭 那 他選擇這樣 但我經常教大家 做人是不需要這樣 這個世界都是淺癮女人 煩惱 有些人說很多煩惱 煩惱不多 煩惱不多 你解決到金錢問題 你這個煩惱不多得去哪裡 金錢問題很難解決 難解決就更加要學習 是的 我們去面對它 是的 你說逃避它 你一定很害怕 面對它 你會發覺自己很多不足 不足的位置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 精一求精 坊間有太多學問 可以學 你這個人越來越聰明 世間是 簡易無色 我們用第三者的角度看自己 你的角色已經強了 世界不會覺得這麼難玩 你的角色的等級不升 你就會覺得很糟糕 然後見到別人 人家打機也會輸 不是 不是這樣 人家打得不好 就是擔心不代表你打得不好 我們都可以很好 另外看到的士角度直擊 保馬鎮上行人路 撞下兩件 真是恐怖 無端端地失控 在香港 他們一定會有 全世界都會有 香港的路 其實是很窄的 很窄 像縮水的城市 但你說它為何會這樣 一起呢? 意外一定會有 有些人告訴你 這些人是變態的 康誌會學員受性侵 涉案大埔宿舍助理 社監 被控猥褻男性 和強姦兩罪 這麼恐怖 因為那些地方都是被弱智人士住宿的 一個二十歲男受害者 和二十一歲女受害者 都是中度智障人士 被這個三十八歲男職員 助理社監 就是猥褻 和強姦 被拘捕了 被拘捕了 每日新聞都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知道更多天下事 如果你說抵擦不住 就這樣 就這樣選來聽 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